现在是吃饭时间 不过因为疫情 大家都宅在家减少出门 更不可能在外面吃饭 让好多餐厅的生意都受到影响 现在就连台南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牛肉汤老店 也对外宣布他们7月底就要结束营业了 那主要也是因为客人变得很少 每个月还要支出近百万 真的是撑不下去了 老客人听到之后都觉得很不舍 只不过台南就是以牛肉汤闻名的 这其他牛肉汤店的生意跟过去相比 这业绩确实也下滑很多 都只能咬牙苦撑 热汤穿烫温体牛肉 加上熬煮多时入味汤头 搭配独特沾酱姜丝 还有还有 大火快炒葱姜蒜爆香 各式口味样样有 这家位在台南20年的老店 店内不论哪种滋味都让人难忘 就连去年 大家一起来吃台南的牛肉汤 阿庄部长南下参访 吃了阿乐家的铁铁铁铁 但现在大屏住的店面 没几位客人就算了 还要支出近百万 只好 店书上宣布一再延迟的警戒 抵不过现实主义 宣布营业到七月底 感谢顾客支持 消息一出后 老主顾都感到相当不舍 台南其他的牛肉汤 也同样受到疫情影响 来客树下滑 原本高棚满座 但现在只剩下零星客人 为了生计苦撑下去 全国三级警戒境内用餐饮业首当其冲 不少人气名店纷纷熄灯 现在只希望疫情能波云 渐日尽早恢复 以往光景 华市新闻 新闻水妇姐刘汉生 台南报导